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软彭帝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 是绝品 这个碑就是池名中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也是在唐德宗建宗二年七八一年克历的 这个碑呢 它这个碑文的传者是那个景教的僧侣 景静 然后是吕秀元书 提鹅 这个碑的特殊之处呢就是 我们看到它这个碑的上部和尾 还有它的下部 还有它碑的两侧呢 它都刻有徐利亚文 近日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景亚利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讲述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的一块镇馆名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简称景教碑的尘封往事 据了解 景教碑 碑高280厘米 宽99厘米 碑文32行 满行62字 全文楷书 碑上所述大秦 唐人泛指东罗马帝国范围 包括叙利亚等地 景亚利说 此碑记载了景教 在大唐近150年间传播的珍贵片段 被称为中国景教第一文献 实证了唐朝的文化交融 这个碑呢 它记载 并且它还给那个景教寺院 轻提玉笔匾额 在唐代宗时期呢 就是每逢圣诞日 会给寺院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僧 据景教碑所述 景教从唐太宗直至立碑的唐德宗时期 除武则天外 最高统治者 几乎都对景教表示了好感 在兼容并序的思想下 来自波斯的仙教 摩尼教 叙利亚的景教等 得以在唐土传播 并逐渐本土化 景教碑克力60多年后 遭遇惠昌法难 受此连累 景教一遭重创 景教碑淹没无闻 近800年后 景教碑在明代天启五年 亦有三年说 出土于西安城西 崇仁寺 霍旗附近 其地英为唐长安城 亦宁方 大秦寺旧旨 然而景教碑出土近400年间 中外相关研究成果不计其数 由一块石碑衍生出一门 历久不衰的国际性学问 它的研究大概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根据碑形 就是考察碑的形质 还有书法 还有辨别真伪 还有碑的出土的时间地点等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碑文 它就是从语言学 神学 还有宗教史学的角度 解读碑文的内涵等等 在墨高窟的北区 发现铜的十字架 断定应该是宋代的景教徒的遗物 元代的景教的传播 就可以从当时驻华的西方人的著作中 得到一个反应 例如那个马可波罗 他曾记得说有那个 当时就说有那个景教徒 景压力表示 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 国内外学界对景教的研究始终芳心为爱 保持人员 痱错证 出资在的 现金 做基本 会